走出户外呢 当然大家也都会记得来涂抹防晒油 尤其夏天蚊子也多 就干脆呢 顺便一道来喷一下防蚊液 但小心了 这两种东西千万不要同时使用 因为就有民众呢 涂完了这个呢 防蚊液 然后呢再立刻抹上这个防晒的乳液 结果就造成了他的四肢红肿搔痒 甚至头昏眼花 那么医师就说 这种两种乳液的化学成分 有一些所谓的交替作用 就会引发过敏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等一等 再分割使用 巴掌大的红斑遍布皮肤 一块一块看上去又红又痒 这一切的元凶竟然是 有民众就像这样先涂抹了防晒乳 再补上了防蚊液 结果导致了四肢严重过敏 夏天到了 防晒防蚊一次做足 二十多岁的王小姐 就因为喷了防蚊液之后 马上涂抹了防晒乳 结果双手出现了红肿 骚痒 吸入了混合气体 甚至感觉头很晕 也是怀疑防蚊液含有趋纹的 DET地鼻的化学成分 和含有二本甲酮的防晒乳混合 造成了地鼻剂量暴增三倍 皮肤才会过敏 严重还可能神经中毒 头昏眼花 一般民众多半搞不清楚防蚊液和防晒乳的先后顺序 一时也强调防蚊液和防晒乳不建议同时涂抹 最好先涂抹了防晒乳 间隔五到十分钟再涂抹防蚊液 另外应该选择分子较大的 刺激性较低的物理性防晒乳 以降低过敏的风险 之前五江卫生用于台北财富报道